好 說到秋天呢 就是吃蟹的季節 在台南就有知名的燒烤店是推出了炭烤帝王蟹 是把這整支帝王蟹呢 拿去烤 好 那另外在國華街也有知名的海產酒店呢 他們是推出了港式蟹溝 把這個蟹黃是熬成了濃郁溝湯 所以加進海鮮粥 一整排龍蝦放在烤架上高溫烘烤 要烤出美味 細節很重要 龍蝦烤法可能就是要像四面糊一樣 它要正面跟覆面 然後還有兩隻都要去烤 不只龍蝦 這個超大生蠔 同樣吸睛 位於台南民族路 這家知名燒烤店主打海鮮探烤 就連帝王蟹也是超狂 整支拿下去 螃蟹就是拿來做粥或是米糕 那後來烤螃蟹完了之後 現在的客人就是喜歡求新求變 就問我們說可不可以代客幫他們烤帝王蟹這樣子 後來烤著烤著 後來覺得也蠻好的 帝王蟹要預約才有 業者將烤好的帝王蟹 蟹角蟹身先做處理 方便顧客食用 同樣深受套客喜愛 還有位於國華街的這家小吃店 主打海鮮粥 蝦子 三頂蟹 小捲蛤蟆 豐富食材 熬煮過的湯頭 本身就很清甜 業者敬佑添加秋蟹產劑的秘密武器 二三十隻三頂蟹下去蒸煮 取出蟹肉蟹黃 熬煮成金黃濃郁的蟹膏湯 最後把蟹肉加進去一口吃下滿滿精華 老闆在客人點的海鮮粥加了港式蟹膏 讓平價小吃混搭這五星級料理 激盪獨特風味 記者永華 許春文台能報導